欢迎回来 这里是2020年环球网校 一级建造师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 优选提分班课堂 我们现在讲解的是教材第六章的第五节 这些的标题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施 这些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杂 它事关了一个知识点是合同分析 第二个知识点是合同交底 第三个知识点是实施控制 包括跟踪 包括我们的这个偏差控制 然后还有我们的分包管理办法 知识点试 还有在旅行过程中的诚信自律问题 知识点五 所以这一节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杂的 一个内容组合 好我们直接上例题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析时 关于承包人的任务 那其实我们在讨论承包人的任务的时候 经常会说到一个变更补偿范围 那么它是用一个金额百分比来表示 合同金额百分比来表示 表示变更补偿的范围有多大 那么这个百分比值越大 实际上对承包人来说 不是太理想 所以它的风险不是小 而是会什么 会变大 所以A选项是错的 B在合同设施过程中 对工程师指令的变更 承包人必须无条件承行 那么问题是工程师指令的变更 它这个定义还是有欠缺 那么有没有强调是在合同的范围里 这是希望引起你注意的 也就是说工程师的指令变更 它没有超越合同范围的话 按照惯例 承包人必须无条件执行 不能讨价还价 不能说因为你钱给的不到位 我不替你干 或者说你钱还没有给我 不替你干 而是必须无条件执行 至于这个钱的问题 是可以再通过双方 在做的过程中协商的 实在不行 你进入争议 诉讼解决 仲裁解决都可以 但是要无条件执行 但是现在问题是 它这个题目呢 有二意性 它的这个所谓的 工程师指令的变更 有没有超越合同范围呢 如果超越合同范围的 承包人可以拒绝 只有在合同范围内 工程师的指令 所产生指令的变更 承包人必须无条件执行 所以第一呢 意思语言不详 C 工程变更的有效期 越短 因为我们有14 28 短的就是14 长的28 短了以后 对承包人有利吗 错了 对承包人不利 因为需要承包人有极强的应对能力 管理水平 所以对承包人短了不利 好 第一 应明确承包人的合同标的 那这个指定 合同标的 就承包人到底干什么 因为他是跟承包人的任务 这个题干结合起来 所以答案是D 再看到一题 在施工合同14中 项目经理将各种任务的责任分解 落实到具体能源 这相当于项目经理 或者合同管理能源 在做一个什么活动呢 合同交底的活动 单C 再看一道题 合同分析的作用 我们说有三段文字 第一段文字呢 叫分析漏洞 解释争议 经过合同分析以后 可以分析漏洞 解释争议 也可以分析风险 制定对策 这都是合同分析的作用 包括的作用 同时更重要的是 把任务分解落实 因此A B D 反过来讲 都是合同分析的作用 是一道多选题 这道题目 用反向的方式 出道单选题 所以肯定是C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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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不包括分析 发包人可能 受制定索赔策略 不包括 我们分析发包人的话 也是分析他的 这个 所谓的 他能不能够 及时的给我们 承包人提供 必要的场地啊 资料啊 图纸啊 去进行相关的 办证啊 去进行 厂商各家单位的协调啊 这是我们对 发包人的要求 没有说分析 发包人可能 受制定索赔策略 这个不属于 合同分析的作用 所以答案是C 再看一道例题 关于施工合同 跟踪啊 就是施工的控制 跟踪 那么跟踪呢 是两个跟踪 一个是上对下的跟踪 一个是自对自的跟踪 那么看A 承包单位的 合同管理 真能部门 上级部门 对合同执行者 下级 项目部啊 项目经理 他的旅行情况 进行跟踪检查 注意这个词 托出的是上对下 监督 这个是A 是对的说法 B 合同执行者本身 对合同计划 执行情况的 跟踪 检查和对比 因为自己检查自己 那是叫对比 C 合同跟踪的内容 含一组 是否及时给予了 指令和答复 对 我们是跟踪三样东西 一个是 所干的活 就是承包的任务 工程本身 一个是干活的人 工程小组 分包人 还有一个是 跟踪一组 跟踪这个工程师 其中跟踪一组的时候呢 就是一组 他的合作精神 要拿出来 所谓一组和承包商的 合作精神体现在合同上 就是是不是及时的 给予 承包人 及时的给予 指令和答复 所以这个也对的 第一 可以将工程任务 发包给 专业分包完成 并有专业分包 对合同计划的执行 进行跟踪和检查 由专业分包 进行跟踪 检查和对比 错了 一定是有承包商 由总包 来对这个 合同计划的执行 进行跟踪 检查和对比 任务是可以 分包给 专业分包去做的 但是 控制 进行跟踪 检查和对比 还是要由 承包商 总包来做 所以 D是错的 他问的是错误的 题目问的是 错误的 所以答案是D 好 再看一道题 下列 合同实施的 偏差分析中间 偏差分析 有 这个 我们的 原因分析 这个 趋势分析 是吧 这些 分析 中间呢 我们说 我们对于 这个 所谓的趋势分析 要考虑清楚 像这种 总工期延无啊 总成本超支 它都是一种状况 最后到底是什么状况 趋势 发展 最后是一种什么状况 那么 效益水平 当然也是我们 趋势分析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道题呢 实际上是 希望大家对 趋势分析 因为我们有 原因分析 责任分析 还有趋势分析 三个分析嘛 偏差分析 那么 原因分析 你可以用 什么 量差 价差 效率 成本 费用差 效率差 这样来进行分析 对吧 那么你责任分析 你可以按照 合同条款去对 到底是谁的责任 那么 趋势分析的话呢 我们首先讲的是一种 现在目前的状况 以及 它能够什么 达到的一个 最终的 效益水平 总工期的延无啊 总成本的超支 这是 讲目前 现状是什么 是一种状况 所以是一种 趋势分析 是一种状况分析 而 效益水平 也是趋势分析的内容 因此 这道题问的是 不属于 不属于 那么 项目管理团队的 绩效奖程 这个是不属于 在趋势分析中的 所以答案是A 好 再看一种情况 就是关于 实施控制中的 一个重要内容 变更 应该有一组 承担责任的是 A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风险责任 有一组承担 所导致 自己修改 一组来承担 B 环境变化 这个也是 有一组来承担责任 原事纪错误导致 这个也不能怪到 承包商 也是有一组来承担责任 政府部门要求 导致 也是有一组来承担 施工方案出现错误 这个是 由承包商来承担 所以 这个要把它剔除掉 这道题目最后的答案是 A B C D 好 我们再看一道题 关于对 施工分包单位 进行管理的说法 准确的有 A 总包要积极的为分包的 施工创造条件 协调好各分包单位 之间的关系 总包本身就负有这样的责任 和义务 在场上 要协调好各个分包单位 之间的关系 他是一个协调者 因为 厂上 可能一个项目里面 有各个分包单位 相互之间 他们 这个界限可能 有不明确的地方 那么要由 总包单位去进行部署 进行协调 同时 总包单位 要乐于为分包 创造 良好的施工条件 就是 实际上是 总包单位是 度人度己 表面上看 他是乐于为分包去 施工创造条件 实际上 本质上说 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因为分包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他作为总包 他能够驾驭住 控制住 他的总包工程 就不会出问题 是吧 所以A是对的 B 分包单位的选择 要符合 资质类别 和等级的规定 分包工程 他同样有一些 规模 性质 要求这个 你找的分包商 要有资质 要有等级 那么要经 一组合监理认可 更重要的是 他要经 一组合监理认可 不是你承包商 想选谁 就选谁 至少要受到一定的制约 这个是 B也是对的 是对分包单位 进行管理的一个说法 C 对一组 指定分包单位 进行管理的 第一责任人 是一组 错了 哪怕是 指定分包单位 一般来说 指定分包单位 他的合同 还是和你 总包去签 或者和你 总包管理去签 这是 聪明的一组 会这样去做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既然你 总包 和 这个指定分包单位 签了约了 你就是 从合同的角度来讲 你要对他进行管理 你是管理的第一责任主题 既然是 一种总包管理模式 一组把它找来了 那你总包管理 当初也点头同意了 那么这个指定分包 进入到这个 工程中间 你总包管理 也推脱不了 你也是 对这个 指定分包管理的 第一责任主题 你不能把它往 一组那边推 所以不管是 总包还是总包管理 都推不掉 这个对 指定分包单位的 管理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C 解一组是错的 D 分包工程 在分包人 自检合格的基础上 可以直接提请 一组和建立 验收 提请一组和建立 错了 直接提请 错了 因为我们要求 在业务上 分包人和总包 发生直接联系 不要越急 去和业组和建立 发生直接的联系 所以这个观点 很明确 D是错的 一 总包单位建立 例会制度 例会制度是对的 那么为什么 要有例会制度呢 因为对分包单位 施工过程出现的问题 可以及时处理 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所以这个 一也是对的 这道题是 A比一 是对的 好 再看一道题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市场诚信 信息平台上 良好行为的 记录信息 公布期限 那良好行为 要大力包养 所以三年 三年 那么假如是 不良行为呢 反过来 那么从 这个行政处罚 做出决定后的 七日内 有一个时间 开始点 有个时间限制 行政处罚决定 发布以后的 七日内 七日内 要给他 在诚信平台上 不良行为 进行公布 公布的期限 六个月到三年 六个月到三年 对吧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 这个 有些单位 他在这个 诚信 信息平台上 被公布了 不良行为以后 他 通改前非了 而且确实整改 有实际效果了 那么他可以向 省一级的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要求 我已经改了 我通改前非 我改得非常彻底 经过考核以后 确实是 确有时效的 那么省一级的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可以逐情 把他的 不良行为的 公布期限 给缩短 但是最短 不少于三个月 最短 不少于三个月 但是有些 这个 单位 被 公布了 不良行为以后 他是变本加厉 愈加猖狂 这样的情况下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他非但不给他减期 不给他减公布期限 而且给他增期 给他把 这个公布期限 拉长 让大家都来 充分的认识 你这家 老是市场 诚信 很差的 这个单位 让你市场上 没有立足之地 所以 别看 我们 你改好了 我们可以给你 缩短 不良行为的 公布期 你改不好 不愿意改 改不好 我们可以 在原来基础上 还可以给你延长 这是 这道立体所讲的 答案是D 好 那么我们进入 下一个课题 是第六章的 第六节 叫索赔 索赔这一节呢 其实是蛮重要的 一个考点 但是我们这个 班型呢 讲的稍微 概括一点 大家看 在索赔上 我们一般来讲的是 从索赔依据上 索赔方法上 索赔费用计算上 以及公期索赔计算上 考的比较多一点 我们来看 这道立体 下列干扰事件中 承包商不能提出 公期索赔 请记住 他的体干是不能提出 公期索赔 那么我们来看 B 开工前一组 未能及时交付 施工图纸 责任在谁啊 责任在一组房 有问题 有吧 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承包商的损失 造成了承包商的 公期拖延 所以这个一组 要承担责任的 承包商可以提出来 要求公期顺延的 所以这个B是可以提出 那么C 异常恶劣的 气候条件 这种情况 一般承包商能够提出的 也就是 公期索赔的要求 如果说异常恶劣的 气候条件导致了 工程被迫延误的话 承包商可以据此 向一组提出 公期顺延的要求 所以也是可以提出 那么看第四个选项 第一组 未能及时支付工程款 造成承包商 工程延误 这是很明确的 错在一组 造成的后果 是公期延误 承包商有损失 那么一组要承担这个责任 承包商当然可以 提出公期索赔的要求 这三个都是可以提出 所以是同一个性质 那么回过来讲 不能提出 因为本身已经叫你什么 加快进度了 那你如果再提出公期 那不是跟他的要求 正好唱反调吗 这个工程师已经指示你 加快进度的前提下面 你当然不能再说 我把时间拉得长一点了 所以这就是不能提出 好 那么这道题最后的答案呢 应该选的是 A A那是不能提出 好 看一个例题 建设工程索赔成立的前提条件有 那这个是一套 非常重要的题目 与合同对照 事件造成了承包人项目成本的额外支出 和这些公期 这是有实际的损失了 B造成费用增加和公期损失的 这样的原因 按合同约定 不属于承包人的行为责任 同样也不是他的风险责任 这是对的 就是表示承包商是无辜的 B表示承包商是无辜的 A表示承包商确实有损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承包人按照合同规定的程序 和规定的时间 去递交 异项通知和索赔报告 请大家注意 从程序上来说 首先是要 异项通知 然后才会有 索赔报告 如果这个影响是持续的话 那么每隔28天 承包人都要写一份中间索赔报告 一直到事件中了 以后的28天里面 要给一份最终的索赔报告 这是按照 合同规定的程序和时间去递交 所以ABC是对的 那么所谓造成费用增加 或供给损失的额度巨大 我们不是看额度大小的问题 超出了正常的承受范围 我们不是看这个额度大小 而是要从原因上去找 到底承包商有责任没责任 如果承包商有责任的话 对不起 不可索赔 只是承包商是无辜的情况下 承包商又有确实的损失 而且承包人也规规矩矩的 按照程序和时间 该给通知给通知 该给报告给报告 一索赔费用计算准确 容易分析 它不是索赔前提条件 而是为了保证索赔能够成功 索赔能够成功取得赔付 那么要注意索赔费用计算准确 但是它不是前提条件 所以这道题目答应该是 ABC 好再看一道题目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发生索赔事件以后 承包商首先 那么当然要发出书面的 索赔意向通知 答案是B 好索赔文件有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总数 第二部分论证 第三部分 索赔款项工期的计算 第四部分证据 所以当然是ABCD 没有什么债用 那这个里面呢 这个论证部分 是能否 这个索赔报告 能否得到通过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好再看一道例题 在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 施工机具使用费的索赔款项 那么首先要强调 索赔来讲是非承包商责任 那么建立原因 一组原因 不可抗的原因 这都是非承包商责任 所以因建立工程师指令 导致错误导致停工 卧工 这个是A 可以承包商可以索赔 施工积居的 这个卧工费用的 B 机械故障 对不起 机械故障 是你承包商自作自受 这个是承包商原因 承包商原因 C 非承包商责任 这讲得太好了 已经给你明确指出 是非承包商责任 导致功效降低而增加的机械费 这个是对的 既有这个原因分析 又有结果状态 责任不是承包商的 结果是功效降低以后 机械费用增加了 有这么一个 承包商有这么个损失 所以是可以索赔这个款项 由于完成额外工作 请大家注意额外工作 这个是也增加的机械使用费 这也是可以索赔 这个施工积居费用的 好 因机械操作工患病 这个是承包商自己的问题 人员的安排调配的问题 导致机械无功 所以我们最后的答案应该是 ACD 再看一道题 某工程项目总价值 3200万元 合同工期16个月 那么你把3200 要去除上 16 那么你除出来 应该是200万 200万一个月 这样的一种情况 因承包人 因建设条件发生变化 建设条件发生变化 这个不是承包人的错 或者承包人应该承担的风险 同时他明确讲这是额外的费用 额外的费用 就承包人非但不是承包人的错 不是承包人的风险责任 而且额外的增加了800万元 那么承包方当然要提出相应的费用索赔 而且还要提出工期索赔 工期索赔 那么因为800万和200万之间是四倍的关系 所以承包方提出的工期索赔是四个月 每个月200万 你现在是800万的费用增加部分 那么按照摊过来应该是四个月 而友情提醒 这道题目强调的是什么 没有让承包人承担相应的什么 风险比例 如果承包人有一个风险比例的话 这个计算就复杂一些 我们交差上有一个例子 原来是2800 2800的量 就是原来定的是2800的计划量 但是呢 这个我们是40天完成的 那么你要知道 根据这两个 我们能够知道 一天完成多少 70 对吧 一天完成7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设计的状况是2800没守住 变到了什么 3500 那请问 这个中间差额是多少 差额是两者减一减 应该是700 对吧 700立方 那你刚才说了 一天70立方 那么差了700立方 如果不考虑承包商承担什么问题 都是一组的导致的一组来承担的话 那么这两个显然是多少天 10天 要赔10天 工期要赔10天 这书上的一道例子 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你承包商应该承担10%的风险 假如要你承包商承担10%的风险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10%当然是对工程量来讲 那么2800的10%是多少 280%呀 对吧 换句话说 承包人多干280%是心甘情愿的 因为是他的风险范围里面 他没有办法推脱的 那么280和每天70比较起来 那相当于这是4天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这4天 我可以这个边上写一个不太恰当的词 叫白干 这个4天你是白干的 白增加干的 2800干完 再加上280 这是你白干的 可是整个增加的量 是有按照原来讲有10天 你白干4天 那么当然要赔几天 赔6天 是吧 要赔6天 所以希望大家把书上的这个立体好好看清楚 那么其实这道立体 他选择的立体呢 他并不难 他没有一个风险 没有要求承包商承担风险 我们要生意这样一个转变 书上他手上立体是有两个层次的 一个就是承包商没有风险 那么一组赔10天 一个是承包商承担10%的工程量风险 那么这个业组只承担6天了 因为有10%280 有4天 承包商是要帮业组去挑起这个重担来 风险要承担起来的 所以10天去掉4天 那就只剩6天了 同学们这个思维一定要搞清楚 咱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